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十八大之后提出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口号 也真是打掉了省部级贪官一共19人 其中蒋洁民、李重启和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都是正部级的高官 不过有人算了一笔经济账 认为中共反腐会损失几千亿元人民币 民众想知道的是 中共花费大代价反腐真能够起到作用吗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根据世界最大银行之一的美国美林银行 本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近今年一年 中共政府会为它的反贪腐运动 付出一千多亿美元的经济代价 美林银行的报告指出 习近平提倡反对公款大吃大喝 反对公费送礼以来产生了微观效应 例如餐饮业和奢侈品销售的利润大减 但美林银行同时认为 中共禁止公款消费和减少行政支出的命令 使得中国国内消费急剧下降 粗略估计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 可能就会有1350亿美元 相当于人民币8000多亿 美林银行还说 从去年初开始 中国国有银行的存款数量飙升近30% 这正是经济活动减少的体现 用政治压力来解决贪污腐败 而不是用法律 用法治 或者说用舆论监督 法律监督这个方法 如果从反腐败的现象来看 这种反腐败能够持久吗 2012年底 美国彭博社杂志追踪了中共八大元老 邓小平 陈云 王震 薄一波等人的后代 103名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 彭博社指出 这些红色贵族通过控制国有企业 创办私人企业 积累了巨额财富 仅王震之子王军 邓小平的女婿贺平 以及陈云之子陈云三人 所控制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 就有16000亿美元 至今这些太子党无一人被查 英国路透社最近引用 与中共最高层有联系的 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当局没收了上任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家族至少90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 这包括在中外银行账户的 370亿元存款 和总额高达510亿元人民币的中外债券 以及其他数百处房产 无数的古董 字画等 但中共处理大老虎周永康的情况 目前陷入了困境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 从中共体制内得到消息说 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 已分别表示 为避免反腐涉及过多党内高层的家族利益 此次反腐打击的范围不能过大 他们警告习近平 反腐持续太久 会削弱共产党在民众中的支持度 威胁政权的稳定 从体制这个层面来讲 中共的腐败它的根源 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它的根源是一个政治腐败 是高度集权之后 不受制衡的权力所造成的政治腐败 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 中共的政治腐败是核心 经济腐败只是表象 而中共现在处理经济腐败 还是想维护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 也就是想通过反对表面腐败 维持核心的腐败 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中共的腐败也渗入到各个阶层 调查显示 2011年中国的灰色收入为62,000亿元 约占GDP总量的12% 这么巨大的灰色收入 大都落入各级官员的腰包 成为贪官权贵的盘中餐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武凡指出 如果你在国内限制这些权贵集团 他们就会把钱花到外国去 把财产转移到外国去 今年美国独立新闻组织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其中披露 中共高层精英及他们的亲戚们 多年来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 拥有秘密离岸公司 据估计自2000年以来 通过离岸公司管道输出中国的金额 最高达4万亿美元 身在俄罗斯的前美国情报人员 斯诺登也曾公布 中共官员在国外存款 达4万8千亿美元 有人算了一笔账 中共贪官们的海外资产 可以让全体中国人民 免费一保625年 中文字幕提供